謝謝 加油 林陶隊加油 慶祝李昂佩德金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發雞排 旁邊林陶忙著發真奶 從競選行程到出訪 朱主席在哪 子弟兵就跟到哪 林陶遭報 標罵外交官 回顧過去 槓上郭辦發言人黃世修 沒有任何密室協商的空間 馬前總統 侯市長跟朱主席 因為您的發言覺得相當的尷尬 軍曰 侯門宴 藍白宣告破局 林陶代表國民黨 郭辦派出黃世修 你來我往 為誰是密室協商 爭執 場面火爆 而近期民團霸良活動 如火如荼進行 林陶護良釋出議長 童子偉跟乾媽慶生銀片 明指他跟拆良行動有關聯 童子偉幽默回擊 一次拆解 林陶自豪的連連看 而身為桃園議員 緊抓 鄭文燦議題猛咬 尷尬的是 林陶指控前金發局長郭玉信 參與購地集團 獲利千萬 遭當事人喊告 大方受訪根本搞烏龍 烏龍爆料一樁樁 今年一月爆料賴清德 為在台南的住宅配合捷運 綠線推動爆賺八百萬 也遭黃偉哲攤開時間軸 很酸沒出過社會 都是他慣用的一些手法 地方上對於這個他議員的工作 其實沒有任何印象的 唯一的印象就是他的烏龍爆料 朱烈倫愛將自詢是正義的一方 但越檢驗 正義接連爆 三層吳家成文文學院 台報道